各位晚安,香港的觀眾應該看到 時間晚上12點3左右 我是故意,今天就故意避光明頂的事 因為你之前走去避光明頂 接著又跟初明想贊成 你這成何低動 做去做,又不要那麼糟糕 但這一集,本來我想說 中國取消了美國的大豆訂單 訂巴西的大豆 為何會這樣做? 那是跟中國不夠外匯有關的 接著明早就要說 開始有部分世界上不收按揭 兩單都大 但現在突然插一單,就是TPP 中國就正式通知了新西蘭的政府 說他們會申請加入TPP 這次是一次很大件事 這個隨時觸發美國都重新加入TPP 你可以看到遠東將會是一個戰場 而這個是衝著英國申請加入TPP 你可以預計得到一旦會有什麼風暴 發生什麼事 當然我覺得澳洲和澳洲談判TPP 是非常艱巨的 澳洲和日本的TPP談判 應該是很難接受的 換言之隨時搞得不好 可能中國這個姿態 這樣申請TPP 想突破出口困境 但可能最後的結果反而就是 一場大戰的發生 首先TPP這件事是本來圍堵中國的 是奧巴馬年代為了重返亞洲政策的一部份 本來是紐斯蘭、日本、幾個自己玩的 後來美國說要加入 但還未正式加入 川普那時就放棄了 川普初期的外交政策真的很好吃 真的有時候你是很難理解的 所以為什麼又說什麼大豆漆 經常給熱狗抽水 但現在就出現 中國申請加入本來對付它的組織 這個背景是什麼 這是跟英國加入TPP 和可能台灣加入TPP 這兩個問題有關 我之前也說過 英國九五達八申請TPP這件事 是真是九五達八的 我都說過 你不會為了那個十一島 就是為了一個充滿十一哥的 一個太平洋島的 丁市這麼大的小島 你憑這樣的英國海外屬地 而成為這個TPP member 那件事是很瘋狂的 但整個島 你為什麼只有五十丁 五十丁有在 五十丁有在那裏 還有三分一的男人 還有三分一的人 比十一的 但我不叫十一島都不行 可能拜登和湯家驊有興趣過來的 但問題是拜登和湯家驊有興趣過來的 不代表什麽 即是十一 可能他們對十一這件事很有興趣 但真正那件事是 你現在英國加入TPP 的真正理由其實大家都知道 正如以往 英國人申請APAC Travel Card 但它的貧值是什麽 香港人 香港英籍人士 British Citizen British BNO 香港英籍人士 香港整個村英籍人士 英國申請加入TPP 大家 阿茂、阿壽、阿狗、阿貓、阿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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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 它申請TPP原來不是因為十一島 英國重返遠東的落腳點 一定是香港 即是你說BNO visa怎麽來 甚至最後BNO怎麽來平權 原因是因為英國要回來 英國要回來的話 你沒有人口基數 你翻條毛嗎 大佬 你別玩啊 你總要回來 所以為什麽英國人覺得 你會多幾百萬移民都不夠 第一英國本來不夠人 第二就是 最後這班人會重返遠東 他會幫英國人重返遠東 這是對英國人很重要的 現在中國第一項目考慮就是 如果英國真是被談得成 你這班人想要回來 控制南海 所以你看到的 我相信是跟昨天的協議有關 他一陣子就嗅到 哇 你這班人很可憐啊 你這班人很瘋的啊 真是想來搶回香港 他就想著 如果中國進入TPP 就一定跟香港的 不用說的 一定跟香港的 連香港一起進入的 香港、澳門 三個一起進的 這個第一件事 他就是要封住英國 想借香港來重返TPP 就是不要讓英國人重新回來 喂 香港是我的 哪是你英國的 你英國憑什麼進入TPP 你傻了 關你差事 這個是阻止英國重新回來 因為如果英國重新回來的話 你知英國作為一個這麼強的 經濟的歐洲國家的話 你也知道什麼結果 重要的是 在英國為了這個翻譯 因為你談TPP也要談幾年 分分鐘那個時候 就已經是香港的主權 已經重新回到英國的手上 不足為奇 這個是第一件事 他不可以讓英國 借他在香港的人口基數 重返TPP 代美國當民能這件事 因為英國整串英聯邦國家在 有馬來西亞、有新加坡、有曼萊 這些全都是英聯邦國家 然後由紐西亞、澳洲 已經加上英國 他就變成半英聯邦TPP 這個對中國的背筆裡面真正被浸浸 他真的這樣覺得,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照現在日本、澳洲那種態度 以及新加坡,因為他跟台灣長期有軍事回民關係 他不能夠拒絕,如果台灣申請加入TPP 中國沒有亞阻止 所以他要在台灣,越來越有可能申請加入TPP之前 中國自己的亞阻止,就用一個中國的亞阻止原則 以為這樣阻止台灣申請TPP 所以這個也是衝著台灣人來的 因為他已經感覺到,美、日、英、澳是禮真的 而且這個TPP會不會印度進來 印度也進來,我中國吃屎 印度有可能進來TPP,印度不是說進不來的 有些人說印度和太平洋有什麼關係 印度是屬於亞洲國家 所以為什麼叫做印太地區 印度也可以叫做有淵源 最多是Bangardash也進入 最多是Bangardash 你這個情況之下,中國很害怕 所以中國就想盡快進來 然後有什麼士氣 因為你簽這些交易交易 一般就是每一個 member state 即是你要有一個 agreement with each member state 他就可以以為這樣 如果他一早進去的話 我就可以有一個阻止台灣進來的權利 這樣看的 習近平是因為兩個因素 所以他突然間就怎樣 突然間加快 突然間說我申請TPP 習近平真的是很瘋 他真是害怕 他真心害怕 他害怕兩件事 第一,怕英國在香港做跳板 回來遠東這個問題 因為英國已經禮真 你幫澳洲建核潛艇 不是禮真都不行 為什麼中國立即出生 你搞嘛 你澳洲 美國 英國搞嘛 你現在玩核潛艇 你瘋了嗎 但是你現在 你如果中國真的這麼大 突然間申請TPP 美國基於競爭政策 而且美國都是太平洋國家 這個也會導致一個結果 就是因為原本之前 川普之後有些人都質疑 會不會加入TPP 美國 一直都質疑這件事 現在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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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著川普做 他都要局次申請從來開TPP談判 更加不要說現在這一刻 現在這一刻 拜登不能不跟機 你中國申請7月TPP 美國一定會被跟機 現在TPP變成大運戰的舞台 你可以看到 這個TPP這件事 你可以看到 那個章力在哪裏 那個章力很明顯 這個章力 TPP這件事的章力很明顯 這個就是兩邊 開始互鬥 我都記得幾清楚 就是兩邊 直接開始攤牌的準備 TPP的申請的 Membership application 是一個攤牌信號 就是英國 日本申請了 申請了TPP membership 接著現在 現在 中國申請 新加坡召集了 新加坡 新加坡 接著 交了申請文書給 新西蘭 澳洲 我猜他不會讓中國進TPP 澳洲不給 照計不給 加拿大也不會給 接著美國又說 重返 因為美國已經談了一輪 美國又說 要制止中國 如果中國不讓TPP 就真是反面 真是攤牌反面 換言之 現在是 整班人已經是一個 這個不是一個和平的開端 這個是一個戰運的開端 就是TPP 基本上是一個戰場 我可以說 現在像什麼 一次大戰之前 習近平變了威廉二世 德皇威廉二世 德皇威廉二世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大頭症 OK 現在人們都覺得很像 德國澳應該都感覺到 你怎樣 不給德國攬隻 你怎樣 會停泊上海 這麼friendly的舉動 都不給 其實都是正常的 德國澳之前 二次大戰開拖 都說 有線訪問彈雜針 怎知就怎樣 就準備了一炮 就均過去 波瓦奧 這些有線訪問來開片的事情 德國是真的做過的 所以現代德國不會做這些事情 1945年之前 德國就會做出事情 你現在習近平的樣子 跟德皇威廉二世有什麼分別 就是我實問 沒有分別的 他跟德皇威廉二世一九 他是另一個德皇威廉二世 因為習近平變成德皇威廉二世 他現在陷入經濟困境 但又沒有出爐 又不知道怎麼辦 又不想讓人覺得 他現在準備貴官索國 又不抵得你 英國在香港做跳板 重返遠東 就怎樣 禮不住境 就申請TPP 你現在就直接 TPP十幾個成員國 就怎樣 被迫著 要跟人人過關 但問題是TPP的成員國 因為主流來說是 是對美國的 所以基本上 而且中國以往 不守世貿規矩 亦都會引來很多的反對 還有如果真是嚴格審批來講 因為英國很多事情都已經 因為英國脫了歐 英國很多事情 應該都差不多是TPP的項目 所以我相信 有可能出現結果就是 中國其實現在加入申請 因為TPP是遲了的 如果你真的想阻止英國和台灣 加入TPP 你中國第一 就是之前 你很多事情都要改好 就是改好它 就是你加入世貿的時候 那些 答應了要做完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香港 它應該給回香港的民主 你現在香港 中英聯合聲明都走數 你哪個信你 就是你癡馬 第三 其實如果中國要阻止英國和台灣加入 其實是英國入止之前 中國就要動手加入TPP 就是沒有 沒有 沒有做這件事情 中國哪有做 中國 中國沒有入止加入TPP 那時候 英國入止 你知道英國 英國那時候 今天卓維斯出怪招 見日本外長那時候 順便進入TPP入止 你現在 你現在 隨時搞得不好就是 如果這樣 不如這樣 TPP成員國 加快 澳洲和日本 推動 加快 英國加入TPP 那時候 怎樣 中國想加入TPP 你對著卓維斯 你慢慢談 如果我是TPP 有甚麼方法 我不得罪中國 又可以拒絕中國進來 很簡單 很快速讓英國進來 然後由英國頂 這件事由英國頂 由卓維斯頂 你跟卓維斯談 卓維斯是反華的 卓維斯是強硬反華立場 他們說 世貿組織 ABCDFG 你還沒進行 你不要說這麼多 還是外露 你不想做 你會再改 走當香港善良 WTO 回來找 習近平怎會在那裡做 習近平不會 這個姿態是沒有什麼用的姿態 真的沒有用 因為這個只會導致美國真的要重返TPP 有美國重返TPP 因為美國之前奧巴馬的成果有成果 我猜他談兩談就完結了 你介紹中國慢慢擋 這個就是習近平的外交神經多 現在很神經 他會突然做很多事情 你完全不知道 無定漢風 我也知道幾天前都有人放過風 說中國加入TPP 之前都是風來的 習近平我猜他今天半夜三監日子 我覺得真正的原因很簡單 你要私人的心事 這麼晚宣佈入址 我覺得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對習生來說 他真的覺得昨天澳洲英國美國協定 真是一個威脅 他覺得沒有辦法不回應這個威脅 他想辦法試圖突破這個封鎖 他意識到是一個軍事威脅外國 所以就試試用進TPP來換一換 但我覺得不會換到 然後中國進TP的談判進止緩慢 不知道怎麼談 然後英國也進來 然後美國也進來 然後台灣也進來 整班都坐在那裡 說中國想進TPP 就跟我們談完 然後就完蛋了 所以現在你可以感覺到亞洲局勢 亞太地區局勢 是向第一次世界大戰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方向就是這樣 越來越像 所以我說為何軍事要入離場之下 所以為何我勸各位就是 你可以起行撇人就走 甚至你怎樣 如果你打算過來澳洲 或者過來澳洲這些 你想一想就是 澳洲都可能捲入戰火 因為 如果太平洋真的開片的話 真的懸疑戰火 是只有歐洲的 除非俄羅斯向西入侵歐洲 但是如果俄羅斯沒有這個 普京不會那麼傻的 普京不會那麼傻的 普京也不會那麼傻的 所以他向西入侵歐洲國家 因為入侵歐洲國家 的代價太沉重了 即是那些人說 歐洲和平這麼高 現在鬥得怎樣 戰鬥民族 問題是打仗這個人 俄羅斯哪有人 沒有錢 人都沒有 不要說笑 整個歐洲不夠人 整個歐洲 人口不足的時代 沒有人會想 歐洲打不起仗 沒有一個國家打得起仗 因為人口不夠 但中國亞洲不是 中國現在太多 精力無從 宣洩的暴民在 現在中國 這才是問題 所以 TPP這件事我怎樣說 我一定要先說 因為我免得有些人亂說 很多人都會亂說 很麻煩 有時我經常改題 因為很多人 會 因為 其實你要明白 在互聯網現在的問題 就是 一天 我們不分析這五毛 哪一尺把這五毛說出去 其實是假用戶 互聯網一直 一天都會充斥著大量幟消息 當互聯網充斥著大量幟消息 或者大量 propaganda的時候 作為評論人的責任 你要怎樣跟隨新聞方向去 所以我很少一天 我不會一個人做一個節目 我願意一天分散一些 做三至十四個字的節目 也是這個原因 為什麼我會這個設計 但是我工作時間長很多 你這樣斬罪來做的話 我一次過一小時 我兩小時之後 我什麼都拍拍屁股 走人拜拜 我可以這樣做節目 這樣做節目 我很省時間 問題就是 不是錢的問題 第一 很多人沒有這樣集中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因為你沒有辦法 很激動地去應變這些 香港這群搞認知作戰的人 但是我就提醒我 如果中國已經申請加入TPP的話 而這個TPP談判 就會變成一個火候庫 這是一場風暴的開始 不是一場風暴的結束 這是一個風暴的開始 大家要有意識到 這個不是一個普通的事情 如果這是一個風暴的開始 大家想想想什麼 不會這麼簡單 所以如果你能夠去歐洲 好處是什麼 歐洲 英國也好 歐陸也好 他們受到戰火影響的機會比較少 台灣受到戰火影響的機會最大 其次是澳洲或加拿大 加拿大 你不要放高 但是加拿大也相對少 其次就是澳洲 因為澳洲就變成分埋 澳洲變成分埋的機會都好了 你現在看摩羅森的態度 才知道 為何會加入核潛艇協定 而且澳洲的反華程序多高 你玩我 你知道澳洲人的性格 你玩我 我不玩你 你知道嗎 第一次認識澳洲人嗎 這件事 只要一場風暴的開端 我告訴你 他們未來幾個月 加速新聞做不完 所以你說我一日四節 一日四節很辛苦 但是沒有辦法 你剛才與下兩節 我已經決定了 我也不知道說不說 就是這樣 今晚第二節降到第三節 香港時間三點 還有